哈喽 大家好 我是Gun现在走 我来大家一起看车又下饭了 最近两周我一直在开这台奔驰EQE 因为官方降价了 我感觉性价比很不错 一查反响也很不错 所以我就厚着脸皮 为我们本地青岛知青经商商 建立一下这台车 深度体验了一段时间 可以说我现在在生活上 和这些车已经产生依赖性了 为了更好地把真实的 这些车的感受分享给大家 我就要聊了胖虎 我的好兄弟胖虎 来 其实它是一直对电车 有点排斥 对燃油车无脑的热爱 今天我跟他也讲一讲 跟他分享一下 你看这个车的外观 你看到第一感觉是什么 流线形非常好看 就是很顺和 对对吧 就入眼可见的超低风阻系数 是 这个就跟EX-S一样 我之前说了0.2的风阻系数 EX-E也是 就是它这种弓形的设计 我觉得美观的同时 是有质感的同时 它确实也是实用的 虽说EX-E一眼就能看出来 它是一个新能源车型 一台电车 但是它明显的比很多 其他的电车比起来 属于奔驰的那种豪华感 在这台车上是很足的 对 这个机器隔山 就直接就是买天鞋 你都不用后期再改了 对 它的这个格山和LE的灯 它是纯一体化的 然后包括一体式引擎盖 直接宽到了轮眉这个位置 四个字 浑然天成 今天我主要想分享什么 我最喜欢这三点 第一点 就是它内饰的氛围 咱们现在进来看 点火 还是流动的这个氛围 对 流过来 你首先你整体坐进来 它的整体的内饰的搭配 加上氛围灯 我觉得它是一体的 这是为什么我之前有说过 氛围灯 其实现在很多的品牌 不管什么价位 都比较普及了 但是咱们都明白 最早把氛围灯 这个东西玩的明白 或者说人们印象深刻 人们印象特别好的 就是奔驰这个品牌 对吧 那其实包括在这台车上 我觉得也是展现的非常到位 这样在EQE上 它就是这种主动式环境氛围灯 你坐进这个车里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白色 竟然配了个蓝色 对 这种感觉 有挺难 对 感觉就像你坐进了一台豪华车 这是给我第一个感觉 然后配着这个氛围灯 流过来 我就知道 这是辩驰 还有这个 玫瑰金的 之前在EQC上也出现过的空调的口 而且我特别喜欢这台车一个点就是它用了跟奔驰S和一起一样的内饰的布局 不管是屏幕也好整体感觉也好 我觉得豪华感就不用说还是够的 因为我觉得对于这个价位的这么一台电车 奔驰电车来说真的我已经觉得非常清晰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第一点就是氛围感 第二点就是声音的这种氛围感 咱们一会看上街我给你把这个声音实践打开 声音的世界 你感受一下 对 特别好 我特别喜欢 来试试 怎么样 这个车的行驶质感 上街以后感觉 净 超强的静密性 双层加胶玻璃 再加上奔驰其实之前奔驰E系S系就有燃油车 它的静密性其实也是非常顶型 但这台车更安静 因为电车了 所以就是它必须要保留它原来的优势 包括这种豪华的氛围 这种感觉 你看我现在把这个声音世界打开 我跟你讲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点 可玩性很强 来 声音世界它有两个选项 银色声浪和灵动直流 这是什么 就是各种不同的 比如说模拟的引擎声 能量回收的声效 对吧 它都是 它是两种风格 你比如说现在银色声浪 来 试一下 踩油门 这个就是 对吧 它车了声音 对 它给你一种 模拟这种加速的这种声音 但你也能很明显听出来 它是一种科技感的那种 声效 它并不是那种 是灵动直流 灵动直流 这有一个小声效 开始 对吧 我喜欢这个灵动直流 灵动直流 感觉更科技 更未来了 因为毕竟是电车了 对吧 这些车官方能跑到700公里 满电情况 但是你要现在这么冷的冬天 咱们开着这么暖的空调 跑个四五百 也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对吧 你四五百公里 在冬天的话 你基本在北方也没有焦虑 对 没有焦虑 没有旅程焦虑 也没有什么焦虑 所以咱们今天就开着这辆车 出发 周边转一转 好吧 就是青岛 咱们就往江区跑 咱们就往之前开电车 不敢去了 那些江区跑 对不对 远一点 展开跑 吃点好吃的 对吧 吃点好吃的 吃点青岛的小特色 我开EQS的时候 我也感觉 它开起来是 我当时有说过在节目里 最不像电车的一台电车 那这个优点 包括这些氛围豪华质感 在EQE上都得到了非常好的保留 我觉得这么一看 就显得EQE的性价比极高 而且它还在十度的后轮转向 它也有 就让你在停车的时候 掉头的时候 各种时候都超级的方便 这很实用 我觉得你像同价位 现在其实咱们国产品牌 比如说理想 蔚来 都有这个价位的电动车了 对吧 每个人都做的都很好 都很优秀 都有自己不同的优点 但是在这台车上 我觉得最强的就是 它整体的舒适豪华的氛围营造 和你的乘坐的质感感受 确实是相辅相长 对明显更好 更好一些 这次我叫你来没白叫 对没白叫 就感觉确实是体会到了 真正的这种奔驰这种品牌 做电车的这个功底了 对吧 之前呢 EQC的时候 我们也觉得 奔驰可能还有 在电车方面 有一些路要走 对吧 但是现在你看看 路走的 走明白 不错 对 而且是用心走的 对 现在感觉已经坚固了 对 满足需求 对 怎么了 饿了 看你这个样 开刘饿了 今天别急着吃 咱们先去上超市 简单 我要买几个东西 简单一买 正好把这个充个电 因为我看你对这个充电一直有焦虑 我正好给你演示一下 比如说咱们现在要去超市 要去买这个东西 然后我要怎么去充电 好吧 你看 你从这里边去哪里 这不就有一个加油站的标志吗 你看它这个 仔细看 它是个插座在那 对吧 充电桩的标志 你按一下 你看 出来这么多 是 对吧 你看这个是我们要去超市附近的 这个 我们在这冲 就行了 按上就可以了 OK 出发 出发 所以你看不用焦虑 对吧 你之前还怕这个怕那个 对 你只要按照它导航里面带的这个电桩充电 对吧 直接就干来了 选一个最近的到了 有两个 这个像这个大的 那就是所有的这种头都是统一的 就可以适配 先扫 先扫码 然后直接开始充电就可以了 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好 跑了一天 终于可以吃上饭了 对 我们都累了 车还剩300公里去行 可以 可以总结一下吧 我觉得EQB就是一台 跟同价位电车比起来 它的感官氛围明显够好 是 然后豪华性 质感明显够好 续航也有它的优势 奔驰很用心也很有诚意 把该用了农用了全驾上了 改变了你这种 对 改变了我这种就是 这种新能源车只能在市区里转转 对吧 这种郊区的长距离的驾驶也是可以的 而且很舒服 而且充电也很方便 对 所以 希望大家 特别是对品质 对质感有一定高要求的这个用户 要买电车 先试EQB吧 我感觉真的不会失望 可以试一点 好了 希望大家关注点赞 赞给你们看 下节目 吃吧 吃吧